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那浪潮毕竟会消退 1119大选 国盟一举崛起壮大 横扫半岛 尤其是东北部马来选区 靠的就是先起的绿潮 尽管如此 国盟距离不成 始终是这么近那么远 一水隔天涯 终究还是拿不下执政权 不少评论员都认为 那相信国盟的一些人都同意 绿潮已经来到天花板 但始终拿不下不成 国盟要再有突破 就必须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 而要争取非马来人支持 就必须摆脱 目前给非马来人那种 极端马来人及穆斯林的形象 那距离下届大选 还有三四年时间 种族宗教形象献明的国盟 能够在这段时间内 扭转非马来人 以及东马选民的既定印象吗 还有淡化绿潮色彩 改走中庸的多元种族路线 对于靠绿潮壮大的一党而言 一党会同意吗 这是不是土团党自己一厢情愿呢 公大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 接收八点字热报访问时就表示 韩沙之所以高喊 国盟不能依赖浪潮 那是因为土团党没有浪潮 他表示上届大选掀起的绿潮 成功让一党执掌四个州属 那相比之下 土团党不但没能够执政当政府 反而呢 势力正在减弱 他认为啊 韩沙昨天的那番话 同时也是暗示盟友一党 少碰敏感的种族宗教课题 事实后该收敛一下激进言论 否则难以让非马来人对国盟改观 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沙扎表示 国盟为了争取非马来人支持 淡化保守种族宗教主义 改走多元温和的政治路线 不是不可能 但却会很困难 他认为呢 国盟要洗白形象的前提是 一党必须愿意改变态度 趋向温和 才能够有望得到华人选票 然而他不认为 在国盟握有最多席位的一党 会愿意向土团党妥协 在一党做大的情况之下 土团党也很难在国盟中 掌握话语主导权 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 在国盟主导权的盟主导权 但记得 在国盟上的盟主导权 Bursato cannot have any state but also Prikatan National cannot b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why Hamza said that 单靠马来人支持 国盟很难再有重大突破 少了非马来人选民的支持 国盟距离不成 终究还是差那么一步之遥 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沙扎受访时表示 其实国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国盟现在陷入两难的窘境 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 没有非马来人的支持是无法拿下执政权的 而另一方面是 如果改变政治路线趋向多元中庸 却可能会丢失原有的马来基本盘 特别是Bursato 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是 所谓的平均派的国盟 尽量能够得到最多的支持 但我仍然觉得是难的 因为他们要赢了选票 他们要赢了选票 他们要赢了这种论论 公益大学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则认为 对伊党而言如今执政四个州属已经感到很满意了 拿下不成执政权顶多只是个红利Bornus而已 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 伊党不会冒着丢失基本盘的风险 而选择趋向温和 而在伊党的强势之下 即使图团党为了生存 想要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 也只能是有心武力 在伊党做的论论 难道土团党都只能坐以待毙 眼睁睁看着被边缘化吗 阿兹米哈山认为 即使韩沙身为国会的反对党领袖 这本该是个很好的身份和机会 可以在国会谈论人民关注的民生课题 提出更好的策略 让人民看到不一样的土团党 来借此说服非马来人 国盟能够做得更好 但他说可惜的是 韩沙没有扮演好这个反对党的角色 Hamzah Zanuddin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 Dewan Rakyat 他必须要证明 一位一位的党党 比较更好 比较党党的党党 或从过去 他必须要做的 我看现在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他不不讲话 什么人欲望 反对党 反对党的 选择活是个简单 他们在谈谈什么 他在谈谈谈 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沙扎表示 假设国盟为了争取更多支持 而选择重塑品牌 淡化种族宗教牌 走向多元温和路线 除了可能丢失原本的马来基本盘 还需要面对另一个挑战 那就是国盟该如何 将自己和巫统以及公正党 这些原本就主打 多元种族政治的政党做区分呢 会不会最终 反而两边补道案 这是国盟需要思考的问题